你還在痛嗎? 對, 一點點 不如讓我拿吧, 好嗎? 不用了…讓我來, 只是好小事 讓我來吧 你行嗎? 行了 行了 不如我上去幫你按摩一下, 好嗎? 當然好了 好 我幫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的 你自己放在這裡 是呀, 你先洗澡, 東西等我收就行了 去吧 你從機場痛到現在, 沒事吧? 沒事 我想乘飛機乘得腰痠骨痛而已, 沒事的 你早點休息吧 洗澡完澡就快睡吧 老婆, 洗澡完澡就立刻睡覺? 吃點東西也行吧? 知道了 這麼便宜? 為什麼不買幾件? 是呀 我先洗澡 對了, 空位射, 好, 插進去 怎麼了? 好, 可以擁抱 好, 上籃了, 好 好, 過了 好, 今堂差不多了 下堂記住分組別, 繼續比賽, 知道嗎 知道… 下堂吧, 收拾一些東西, 收拾好東西 好, 再見 再見… 為甚麼你整天摸著美濃龜弄傷了 我也不知道甚麼事, 其實痛了幾天 會否貼上膏藥, 茶油那樣好 我想不用, 不是很嚴重 要不是做推拿, 被推拿怎樣也好 我的師傅做了很多年, 挺好的 我介紹給你, 怎麼樣, 北海道好玩嗎 挺好玩的 不過士多啤梨真是那邊好吃 師哥, 師哥 有沒有事? 高Sir 腰, 腰來一來 抱歉, 周Sir, 有甚麼事? 你也是, 為甚麼在樓梯拍球呢 抱歉, 周Sir 不要緊, 你先收拾球吧 不然待會再弄其他人 我扶你上去 不用… 我自己可以來的 我自己可以來的, 我慢慢走 不是, 看一看醫生好 可能會閃上腰 不用了, 我應該休息一下, 沒事的 不是, 看一看醫生好 反正下午只剩下課 來, 媽媽, 走 陳永昇放學, 放初學去教員室找我 知道嗎? 知道, 王叔 媽媽, 來吧 老公, 眼快入房間睡吧 老婆 不是這幾天好像保持著很累嗎? 不是, 你今天這麼早嗎? 我在學校弄傷腰部 所以請了半天假去找Dr.Yep 檢查腰部, 聽甚麼事 那Dr.Yep怎麼說? 他沒甚麼怎麼說的 說可能閃一閃, 又搓傷腰部 開了支痛藥給我吃 休息一下, 看看會否會痊癒 那你別站那麼多了, 今天我洗碗吧 哦, 這麼好? 真的不應該站那麼多 多看醫生說, 如果有人按摩, 快點好 我今天買了豬骨煲湯給你喝了 我現在去做吧 多謝老婆 我現在去做吧 回來了? 星期六聯邦? 回來了, 但是今天在學校閃傷腰部 可能要休息一會 OK, 休息多點, 再亂吧 我們一起去做吧 我們現在去做吧 那是甚麼事 在某點 我們現在去做的 甚至我希望你都會騙我 不應該我們一下 就不要作出 點心 便會 點心 好 在市場 早餐 醒了 你怎麼這麼早 沒有,今天有個早館要開 我無法陪你吃早餐 真的,我熬熱湯 待會讓你做早餐 好 真的 不用了,我自己慢慢就行了 那我出去喝湯給你喝 好 好 不要 我不是說了不好 對不起,老婆 不是,一有人扶我 一動到我的腰,我更加痛 我不是有心渴望你 沒事,不過你痛了很久 也沒見你好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如這樣吧 我請假陪你去看骨科,好嗎 不用了,我能站起來 我只是動作慢一點 你有會開,你先走 你先出門口,不用理會我 你看,沒事了,對吧 最多我一會請假 去街口的骨科看看 那好吧 你自己小心點 我下班回來熬點寶姨的湯 給你喝,好嗎 好嗎 再見 好嗎 爺爺, 為何這個哥哥還能走慢過來? 不過, 爺爺怎麼疼呢? 爺爺雖然年紀大 我平時有做運動的 或者哥哥有病 老婆, 你今晚這麼晚? 沒有, 她在之前Mary介紹的中藥店 拿些中藥給你喝而已 不是吧?又是中藥? 你知道我最怕中藥的味道, 是不是嗎? 你試一下吧, 可能成功 Mary的老公吃完之後就不通了 這麼神奇? 隨便吧 對呀, 今天的骨科醫生說甚麼? 沒有說甚麼 不是說照磁力共振才知道其實是甚麼情況 你知道的, 照磁力共振又久又貴又要等 所以我叫她開點止痛藥給我吃 又是止痛藥?沒有其他東西的了? 沒有, 沒有其他東西說的了 就是吃完止痛藥 然後一個星期後回去覆診 但我今天試了那種止痛藥藥 真的好像不錯, 沒那麼痛 那就好了, 那就是呢 喝吧 你為甚麼?你的樣子有點怪怪的 沒事 沒事? 你的樣子很有趣 怎麼了?升職嗎? 不是 加薪嗎? 不是 你為甚麼?這麼古怪的樣子 你下的東西, 用中藥嗎? 沒有 那你說吧, 為甚麼呢? 不是, 我看見你吃中藥 我又想起我之前有吃中藥調理你身體 習慣了甚麼事 你的中藥怎麼跟我的中藥呢? 大舊 好, 待會兒 你 outer眼睛 你製造陰兒嗎? 是以為了你猶豪嗎? 是, 寶寶的傻爸爸 什麼時候?老婆 你不跟我說話, 心心還賴 兩個月而已 我打算跟醫生確認我才告訴你 好, 我馬上喝完愛心中藥 快點好回來, 可以快點照顧你 你慢慢喝, 別這麼急, 熱 中藥很甜 傻瓜 老婆, 你什麼時候覆診? 我和你去 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 我要和你去, 我想知道安胎的資訊 怎樣抱嬰兒 怎樣去照顧你 怎樣跟嬰兒洗澡 尿片, 奶瓶, 怎樣煮, 溫度 我不知道, 我想幫你 你真乖, 你真乖 不用說 謝謝老婆 吃東西吧 來吧, 多吃一點 我不是夾了一條菜嗎? 你兩個嘛, 吃兩條吧 你也吃了, 別夾了 行了, 行了 快點 快點 好,再來…繼續…你們繼續,出圈… 好,投球,全球給他 全球 好,射 沒事,沒事… Sir,我沒有心,但為什麼你不鼻鼻 痛,動不了 阿文,你先去找老師幫忙 好,我扶你去坐下 不要…不用動我 一旦有人動我,動腰腰更痛 你幫我拿椅子過來 怎麼樣?走開 小心,讓我動一動,不要動我 好…行了,真是的 阿Sir,你好像痛了很久了 早上起床時痛一點 之後慢慢就沒那麼痛了 你痛了多久? 兩個月左右 沒看醫生嗎?醫生怎麼說呢? 看了,可能真的撞到尾龍骨了 不是,我舅父之前都是這樣的 他早上起床時痛得飛起 然後人家扶他時,他更痛 跟他現在一模一樣 之後他去看封濕科 他好像叫…不…不知道什麼 強什麼…關置鹽還是什麼 不管他的話,背部會硬了 好像一枝竹一樣 再動不了了 蛤? 封濕科? 我30歲而已,怎麼會有封濕呢? 周先生,你的病是強制腺脊椎炎 病的成因是自身免疫系統失調 你本身的抗體攻擊你自己的關節 和元組織而引起的慢性炎症 通常發病的高峰期是15至35歲之間 男女患者的比例大約是4對1 大部分病人初期的病徵 就是下背部和臀部 會有慢性疼痛和僵直 跟一般機械性痛症不同 這種嚴性痛症 經過長時間的休息更加嚴重 很多時候,患者半夜都會痛醒 或者早上會有神僵的出現 甚至消過1小時 另外一些系統性的病徵 例如發燒、胃口差、體重下降 紅膜炎和腸炎也會發生 如果病情一直不理會 得不到適當的治療 我們的石椎、底下關節 胸椎的關節都會愈合 嚴重起來就會誘發一些 肺炎和骨折的病發症 為何我無緣無故會有這個問題 全世界暫時都未知病的成因 但可以肯定跟我們染色體中 其中一個抗原體 HLA-B27有一個緊密的關係 那我寶寶會有事嗎 別這麼緊張 即使是親屬有 寶寶有發病的機率也不高 那是多高 脊椎炎本身沒有特定的遺傳模式 香港的發病率大約是1% 而即是親屬有 下一代有的機率 比普通人高了2至5倍 這個劃炎也不太高 所以別擔心 那有甚麼藥可以治療病 治療方面分開藥物和非藥物的治療 藥物的治療 我們可以用一些非類腰上的消炎止痛藥 去舒緩你疼痛和僵硬的病徵 而治本方面 如果主要受影響的關節 是手腳的關節周邊的關節 我們可以用一些口復改善病情的藥物 如果是中央的關節受到影響 例如脊椎骨、胸椎骨、底下關節 我們需要用到注射性的生活制製 去幫助治療的疾病 而且一路治療的時候 我們都會監察著 至於非藥物的治療 第一要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要有適量、適當的運動 舉例如一些水療、太極、瑜伽 在很多醫學的研究裡 都證明對強制性脊椎炎 有一個很顯著的效果 好,那醫生我現在應該要做些甚麼 幸好是發現得早了 現在我先幫你做一些檢查 以及處方一些改善 和舒緩病情的藥物給你 簡俊輝 幸好我們發現得早 幸好一開始發現的時候是初期 有一個很大的疾病 所以就不用做甚麼手術去治療 而且一開始是比較辛苦 比較難適應的 但是慢慢就習慣了 而且當然有家人在身邊 關心我和他聊天陪著我 所以令到我現在 真的不太影響到日常的生活 他剛剛病發的時候 我們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之後他每天都痛 痛了幾個月 最初很擔心 後來知道為甚麼之後 就放心了很多 最重要是知道如何面對和治療 不用那麼擔心的,張太 你看看 這個我女兒,這個我兒子 他們都這麼大了 都還健健康康 你看看他 是呀,不用那麼擔心,姐姐 不用那麼擔心,你走開 謝謝老婆 很久沒看你打球了 是不是很有初戀的感覺 是呀… 幸好你有做生物製劑治療 不然哪有你這麼生氣跳來跳去 是呀,健康最重要 還有,記得明天去水療班 治療師叫你保持伸展關節 和鍛鍊肌肉 是呀,老婆 你來得到嗎? 行了… 快去吧… 看著腰部,小心弄傷了 行了 阿蘇,我們會走的 阿蘇… 阿蘇 阿蘇 первый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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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 Apost 我的歌曲 三節 五節 五節 报复生命有爱胜在 今天有爱胜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